我們離婚後說真的就是 他怎麼樣我覺得他的自由 因為以前世人不親 懂嗎 現在不會了開闊了 我前夫大家知道退掉了嗎 對然後現在新股東承接其實一直都有在做密切 跟我密切的聯絡 就希望我回去承接什麼 可是我還在觀望 對 有談到這個條件可是還在看 因為我覺得合作不要講死啦 就是合作大家都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是大家要講清楚 那他們有跟你 抱怨家前夫怎麼就這樣一周兩之外 他們是沒有跟我過多講 對啊 有聽過就是前夫老師有沒有欠債 我聽蠻多人說的 我也是聽人家講的啦 就是聽蠻多人講 可是我覺得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們實際裡面的狀況 對我是有聽說這樣 那你有聽到 可是跟我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離婚後 然後說真的就是 他怎麼樣我覺得 他的自由 因為我們是去年11月 就是開始婚姻有一些狀況 然後12月開始條件 因為我就那一刻就 我的平台權限完全被拔掉 對所以就是就算你想 就是想要照顧以前的員工什麼的 其實因為真的 重點就真的就不是我 就是王先生承接了 對就等於是我一個人就是出去這樣 因為我後來也其實有聽過很多傳聞啦 其實我自己心裡蠻受傷的 也算是 對 可是我覺得過去了啦 我跟你講 現在主要 因為以前世人不親 懂嗎 現在不會了 開闊了 我不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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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